她要退亲 她不喜欢姚夕 这样的两句话 忽然就从江雪宁脑海深处浮了出来 像是两块石头一般砸进了她的心底 打破了她强作的平静与镇定 带来无限的欢欣与雀跃 再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因为是张哲自己不喜欢姚夕 是张哲自己要退亲 而她在这件事上问心无愧 没有是什么暗中的手段 她仍旧遵守了与她上一世的承诺 不算个坏人 江雪宁心跳快极了 张哲说完这二字后 便又道了一声多谢 一声告辞 转身沿着那长长的公道去了 天上的明月发暗 星光却因此璀璨 明明这位夜色笼罩的深宫里 处处都是不可测的危机 可江雪宁却觉得 满天的光滑都披在她身上 而她竟无比地想要化作其中一道 为她照亮崎岖的归途 前面有陈颖等她 小太监拎着灯笼锤手 张哲的身影渐渐近了 江雪宁终究觉得自己要站在原地看太久 落在有心人眼底 难免太露痕迹 便转了身往回走 背过身的刹那 笑容便在唇边一出 尽管今夜短短几个时辰之内 已遭逢了一场几乎涉及生死的危难 可在这难得的安静里 她竟暂时不愿去多想 只想纯粹地近在这种欢喜里 哪怕只有一点 也只有短短的片刻 连着脚步都不由轻快 在转过前面岔路拐角的时候 她终于没忍住起了一分顽心 往前跳了一步 呀 拐角那边忽然传来惊吓的一声 小太监拎在手里的灯笼 都跟着晃了晃 下意识到 大胆 竟敢冲撞少师大人 江雪宁抬起头来 就看见谢威力在她面前 似乎也是没想到 会有个人从拐角里蹦出来 眼底有一刹的惊讶 但待看清是她之后 眉头便重重皱了起来 她忽然浑身僵硬 谢威转头 目光越过她 向着她来的那条道看了一眼 那头陈莹与张遮刚好走到尽头 不片刻便没了身影 可谢威略略一想便知 这时辰才从内宫中出去的外沉 除雀行不沉 张二人外 不作她想 再看江雪宁这得意忘形模样 哪里像是财遭人陷害 躲过一劫 江雪宁莫名有点发怵 慢慢站直了身子 好像刚才那个一步跳到人面前的 不是她一样 恭敬地欠了身 向谢威行礼 谢先生好 谢威静静看着她 便这般高兴吗 江雪宁头皮发麻 谢威只从身旁那小太监 手中接过了灯笼 又向她一摆手 命她退走 才道 我若是你 才遭人陷害 侥幸逃过一命 是万万笑不出来的 又来教训她 江雪宁听出她语气不大好 想自己在这宫中能得的欢愉 也不过片刻 还不能准许人高兴高兴吗 有心要回敬两句 又想处境本已艰难 若再真得罪她 可是真的寸步难行了 事已搭了眼帘不说话 谢威便提了那灯笼往前走 道 今日在慈宁宫中如何 可有看出是谁要害你 江雪宁有点愣 谢威转头看她 还傻站在原地 眉头便又皱得深了些 你不知道跟上 江雪宁道 可我不走这条路 谢威道 杨指摘瞳出宫一个方向 你走不走 江雪宁一缩脖子 终于反应过来 这可是谢威呀 人打个灯笼走前面 叫她跟 她便跟了 不听话 不是找死吗 她低头跟上了 谢威这才觉得 气顺了几分 一面走一面道 有眉目吗 江雪宁先才见着张哲的欢喜 终是被这人践踏摧毁得差不多了 头脑冷下来 便渐渐觉着这冬夜的寒气已能亲身入骨 回想起慈宁宫种种 她沉默了片刻 然后才慢慢道 查了是个小宫女搞的鬼 但太后娘娘说太晚了 宫门外打打杀杀不好 圣上便令人将她关到慎行司审问 不知能不能出结果 谢威垂了眼 谋底是森森的冷沉 又问你不怀疑谁 江雪宁道 还在想 谢威是没料着这多事之秋 自己不仅要料理宫外种种 宫里面的这个也没半分自保之力 越想心里越压 仔细想 江雪宁便道 有怀疑的对象 却无确凿的证据 谢威道 并非一切都需要证据 江雪宁一想也是 过于关注细节是否合理 有时难免忽略大局的重要 站在山脚下的人和站在封顶上的人 必是后者能亏全貌 谢威道 这话道合我意 江雪宁心道 那可不 须知上一世这话 便是她偶在行宫正殿外头 听谢威对内阁其他辅尘讲的 印象极为深刻 记了许久 她自己说的话 哪能不合心意 只是江雪宁想起自己的猜测来 面上却难免阴云密布 慢慢道 我虽觉着她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 可也许正是我这般以为 正是与她形势不符 她才越要这般筹谋 毕竟直到此刻 我也觉着她不该如此不高明 然则纵观全局 太后态度暧昧 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 得知那四句逆言全貌 且能提前准备好 绝非是汪泉去抄茶宫进后 她得知就能办到 她必是提前很久便有知晓 今日方可从容不破 谢威于世道 那你将如何 她纵然可以如今日一样暗中相保 可她未必实实在 宁儿若总无自保之力 便如纳笼中思雀 实在不好 江雪宁也不知为什么 觉着谢威今夜这接连几问 隐隐有点要考笑她的意思 但此刻也不宜多想 只答道 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人的事 那不管是谁要害我 总归是见不得我好 那我偏要过得更好 叫她看了难受 且也不是没有治她的法子 若不还以颜色 兴许觉得我好拿捏 好欺负 今日她既敢叫我不爽快 往后总要叫她坐卧不定 寝食难安才是 这话说得沉稳 导向是心里有了主意 谢威不由回眸看她 手中灯笼昏黄的光 落在她脸上 趁得这娇艳面孔煞是明媚 只是她低垂着眼帘 唇线平直 竟有一种难言的漠然 这时她才惊觉 她身上没了仙才的欢喜 更没了那轻快 甚至带了点羞懒的笑意 于是意识到 是她的出现 将先前的一切破坏 谢威又觉着 是自己心造了 再一次将仙才生硬的口气 放软了些 问她 刚才你怎会走这条道 江雪宁嗷了一声 又想起张哲来 眉眼才舒展开一些 道 陈大人与张大人走这边 学生蒙张大人 查清内情方能脱险 是以追过来面谢 虽然有些与理不合 可她那一刻真的不怕 就是那么一个念头 无论如何也压不住 谢威看见了她的神态 脚步忽然停下 张哲 江雪宁抬眸看她 点了点头 谢威原本便没笑 此刻再一次打亮她 眼角眉梢 脸色又拉下来些许 问她 你喜欢的不是燕林 江雪宁愣住 然而下一刻 谢威的提问 才更叫她 浑身都炸了起来 你喜欢张哲 这便是谢居安 最恐怖的地方 任谁站在她面前 稍稍露出些许的破绽 便会被她看个透彻 纵使披上一身厚厚的皮 也难抵挡 江雪宁静慌了那么片刻 可随即却想 有什么可慌张的呢 她的的确却不爱燕林 有上一世的种种在 也不可能抛开心结去爱 如今她不是皇后 没有那诸多的礼法束缚 她可以坦坦荡荡地 面对自己的内心 面对自己的情感 那点点油光式的明媚 终于再一次回到 她眼角眉梢 江雪宁回视着谢威 大胆而坦诚地道 喜欢 谢威凝视她没有说话 她却又想起 自己上一世 对张哲的愧对来 眉眼不由重新大了下去 只觉得舌尖心上 都犯着点苦 略带色然的滴滴不到 很喜欢 很喜欢